多皇多警方正在追緝一名涉嫌冒充私人按揭經紀 並騙取超過500萬元按揭貸款的亞裔男子 何家碧報導 警方表示去年8月開始使用Lucas名字的一名亞裔男子 冒充私人按揭經紀 並且在大多地區幾家律師行 用虛假身份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申請按揭貸款 獲取超過500萬元款項 疑犯年齡介乎25至30歲之間 黑色短髮、身形受傷 在偽造的身份證件上使用自己的照片 警方呼籲公眾對房地產交易的個人身份保持警惕